大家好 欢迎来到看风云节目 今天和大家聊两个话题 第一个话题是 中共不断地在南海地区对其他声索国增加挑衅行为 对此 26个国家的军方领导人本周会面 讨论区域安全问题 这能否遏制中共的恶劣行径 有分析认为 中共可能在一年半内对台湾动手 这个说法有依据吗 为什么说是一年半呢 第二个话题是 二十大临近 中南海内斗加剧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反对派 在三个方面激烈博弈 我们一会儿聊一下在哪三个方面 在中共不断扩大其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和军事存在的大背景下 26国军事领导人本周在悉尼举行为期三天的军事领导人会议 旨在加强合作 对抗中共挑战 据美联社报道 美国最高军事将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周三说 这次会议的重点是应对中国崛起背景下的整个局势 以及维护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太平洋 并确保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在周三的新闻发布会上 米利说 军事领导人们讨论了他们如何加强合作 使他们的军队更具协同工作能力 包括使用先进技术 上周日 米利到访印尼时表示 中国的军机和舰船在太平洋地区拦截美国和其他盟国军机舰船的次数 在过去五年内大幅度增加 不安全的互动次数也上升了 他说 信息显示 中国的空军和海军在这一特定地区变得明显更有侵略性 北京方面的行动比5到15年前更具对抗性 中共的行动看起来似乎暗示他们想在这一地区搞霸凌或者占据主导 而不是维护一个自由开放的太平洋 中共在一些南海领土上建造了人工岛 包括机场 引起了各国对北京当局意图的担忧 周二 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朴正炫 告诉一家美国智库 中共咄咄逼人和不负责任的行为 是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最重大威胁之一 包括南海 如果中共军队继续这种行为模式 在该地区发生重大事件或事故只是时间问题 近期有报道称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可能于8月访问台湾 引发北京方面强硬反对 在被问到有关佩洛西访台行程的问题时 米利只是说 现在讨论任何具体的行程都还为时过早 但是他说 如果决定做出了佩洛西议长或其他任何人要去访问 并且他们寻求获得军方支持 我们将采取必要措施 确保他们的访问安全进行 北京多次放出狠话 对美方恐吓 这引发拜登政府的担忧 拜登表示 军方认为佩洛西访台现在不是个好主意 他实际上是借军方之口表达自己的观点 分析认为 如果说美方取消了佩洛西的访台 就承认了中共对美台关系是握有话语权的 或者说等于证明了中共的恐吓是有效的 而且它还会产生一种寒蝉效应 欧美各国看到美国都软了 以后就会非常小心 避免去台湾进行互动 佩洛西若取消访台 还会带来一个非常坏的后果 就是会促使中共铤而走险 资深媒体人唐靖远在自媒体节目中表示 中共在利用佩洛西这次访台计划在测试 美国现在连自己的议长要访问台湾 有可能引发中美军事之间的摩擦 美国当局连这么一点风险都不愿意承担的话 那么中共就会断定 拜登所说的要出兵保卫台湾的话 不过就是打打嘴炮而已 这有可能会诱使中共在未来采取更加大胆的行动 有分析认为 在一年半之内中共可能对台湾动手 而一年半正好就是在拜登的任期内 唐靖远表示 对于中共这种得寸进尺 只许自己放火 不准他人点灯的流氓来说 毫不客气的点上灯 然后将子弹上满枪膛 才是最好的威慑 现在距离中共二十大召开的时间越来越近 习近平与反习势力的内斗愈演愈烈 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卫健行的秘书 王有群博士撰文分析 目前双方在三件大事上正展开激烈博弈 第一 反习势力的愿景是 反习不反共 把习赶下台 回到习上台前美中权贵共同闷声发大财的好时光 文中认为 在经历了中美贸易战 香港反送中 中共病毒全球蔓延等大事件之后 中美关系回到习以前的时代已经不可能 他们想把习赶下台后 旧梦重温 只能是一厢情愿 第二 在台海问题上 习的头号政敌江泽民、曾庆红 一直唯恐天下不乱 去年11月24日 有江曾背景的中共大外宣多维网 发表江泽民台湾问题是我最大的牵挂一文 其中特别引用江的话说 如果我们要采取军事行动 以早不宜迟 这是直接了当的鼓动习立即武力攻打台湾 文中分析 江曾及其人马在台湾问题上的极端言论 其真实的盘算是 促习贸然发动对台战争 让习陷入于以美国为首的整个自由世界对立的境地 进而借助外力 把习赶下台 换上自己人 确保其既得利益不受损失 同时防止有人清算其祸国殃民的滔天大罪 第三 中共二十大前 确保政治安全是习的亲信王小红的头等大事 然而一系列事件表明 政治安全形势依然严峻 王小红就任公安部长近六天 就发生了涉及十亿中国人的信息泄露事件 这无疑是一起重大公共安全事故 是否上海市公安局内部 有人故意泄露呢 是否将派人马再故意让王小红出丑 6月17日 习在中共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 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 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政治斗争 要坚决割除毒瘤 清除毒源 肃清流毒 网友群认为 从目前情况看 反腐打虎成为习与反习势力较量最重要的手段 谁是腐败的毒源 中共最严重腐败分子的总后台 江泽民 曾庆红就是毒源 习近平最后会不会和曾庆红彻底翻脸 后续还有待观察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习一天不拿下曾庆红 一天没有好日子过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看风云节目 别忘了订阅点赞和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